第三函数,一样是逻辑,找到OR 因为这两个逻辑一定不会同时 不是AND,一定是偶额 就是要不就是小于1 要不就是大于那个L3 对不对,两种逻辑,所以偶额 那所以呢,偶额第一个逻辑 请你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贴上的话呢 请你在后面加上什么? 小于1 就是这个东西的逻辑结果 多一个东西 刚刚按到后面 OK,好 然后呢,这个东西小于1 所以记得这边把小于1打上 第一个逻辑就OK了 好,第二个逻辑是什么? 再贴上 再怎么样呢? 再大于 大于L3 所以大于 一个是小于1 然后大于 L3 L3点一下 记得把L3怎么样? 锁起来 这样两个逻辑吧 一个 两个 不够好像公司也这么一长串 记得 我贴上去 OK 应该没问题 这个逻辑 看这个逻辑 确定 但是公司还没完成 所以再按一个确定 再回到1辅的地方 再插入函数 他就帮你把刚刚的公司带过来 就这一串 这一串 带到这边来 如果里面的为True的话 就是 这其中一个 是小于1 或大于L3的话 请你输出什么?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话 那就什么? 空字串 记得 应该前面有用过吧 没有东西 反之的话呢 就是 不是在刚刚那两个逻辑里面的话 那就把刚刚的东西再贴上一次 OK 等于是说 会有贴上三次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反正你以后就贴贴贴嘛 贴上 给一个逻辑 小1 给一个逻辑 大于L3 然后呢 如果两个其中为True的时候 那就双0 就是没有东西 反之就是把它再 输出就对了 OK按确定 好 确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负的应该就会 空白掉了 就没东西了 有没有 再往下 然后31天以后的 全部不见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11月份的话 没错 30天 这边会变动嘛 所以这边的话 因为我的逻辑 是根据这边 L3而来的 也根据什么 根据L4 所以最关键的地方 其实还是L4 跟L3 有没有 这两个 这一定要正确 如果这两个数字里面是